南北韩两国紧张局势加剧 一天前首尔指责共产党北韩制造了韩国天安号军舰的沉船事件 韩国总统李明博星期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 形容3月26日的沉船事件是军事挑衅 李明博说对天安号的致命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也违背了1953年签订的韩战停战协议 但他表示韩国政府会谨慎处理这一事件 星期四国际调查小组发布一份报告 报告结论说3月26日北韩潜艇发射的一枚鱼雷 导致天安号沉船造成46名海军官兵丧生 北韩拒绝承认这一结论 声称报告纯属捏造是一场闹剧 北韩国防委员会坚决表示 不惜一战以回应任何可能的报复行动 请搜索